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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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转发 女童因为创可贴使用不当 手指没端坏死书折肢的报道 网友们也在网上议议 他们都将事件的原空指向爆炸伤口的创可贴 创可贴大家都很熟悉 轻微的外伤是一个自救 自我保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医疗工具 它由一条长型的胶布 中间附以一小块浸过药物的30条构成 由于它的结构的限制 创可贴只能用于细化的创伤应急治疗 进行爆炸以后 确实可以起到止血 保护伤口 防止和预防感应的重要作用 小金看来创可贴应该是帮我们杀菌 和可以保护到伤口免受疑似伤害 但为何现在用了反而是识得其反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东药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看看在这里可不可以找到答案 我们回顾案例当中小朋友的情况 我们留意了几个重要的讯息点 表层伤口 创可贴 橡皮筋 环形包扎 两日时间 难道就是这些因素导致手指折尖 为了找到事情的真相 我们决定案件重演 为了还原事件的真相 我们今天一起来做一个实验 今次的实验好帮手就是这一只 在笼里面的大白鼠 今次也要非常感谢他 为我们今次的实验而牺牲 我们手上也拿着今次的主角 就是创可贴 稍后我们会做一个创可贴的包扎实验 看看之后会出现如何的结果 有请我们今次的实验员陆老师 是 陆老师我们等一下要如何进行这个实验 那为了保证这个实验的严谨性 我们会在同一只大白鼠身上做实验 那么这只大白鼠的走前肢 跟右前肢都先贴了毛 然后走前肢贴上我们这个创可贴 然后右前肢就作为对照 就没有贴创可贴 好 那接下来就交给老师你了 把这个创可贴还有这只大白鼠 实验开始 为了防止大白鼠在剃毛过程当中发生生残 实验员先将月迷对大白鼠进行麻醉处理 三分钟之后大白鼠已经完全被麻醉 这个时候实验员开始用剪刀 将大白鼠的两只前肢的毛剪了它 然后再按照按例当中的小女孩的包扎方法 用创可贴贴在大白鼠其中一只手上 好 两天时间就过去了 在过去的两天当中 我们陆老师都有正常地照料这只大白鼠 而且在这两天当中也没有发现大白鼠有什么异样 我们现在立刻解开它的左前肢 也就是绑了创可贴那边 看看这只手有没有出现 在视频当中小女孩那种瘀黑了的现象 麻烦陆老师 实验员轻轻从大白鼠的手臂上面解开了创可贴 到底大白鼠的手臂有没有异样呢 那陆老师你刚刚就把他的捆了 创可贴的那边手的创可贴取下来了 那他现在左右两边的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他捆了创可贴那边会不会有什么异样出现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前肢跟右前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 就是捆了两天都没有出现 像视频当中的那个说他的手坏死了 然后要截肢这种情况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知道 如果按照我们平常用的创可贴 贴上去 但它压强很小 我们正常贴的话 是不至于出现这种组织坏死的情况 像我们正常贴创可贴呢 是不会引起这个组织坏死的情况 如果说这个创可贴贴得很紧 而且贴的时间过长会引起这个血流不畅 但是呢 而且还会可能引起这个皮肤骚扰的情况 因为它有一些粘性的东西在那个创可贴上面 但因为它压强比较小 所以不至于会引起这个组织坏死的情况的 真的太爽了 啊 这样的 那难道是我们留了什么的环子 这个粗的东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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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了 在视频当中那位小女孩她的妈妈呢 因为担心这个女孩贴的创可贴贴不稳 所以就再加了一条绑头发的橡皮巾 枯了上去创可贴的上面 那既然不是创可贴的问题 莫非是这条橡皮巾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不如做一个升级的实验类老师 那待会呢 你就在她的这只手上面 除了横形贴上创可贴之外呢 我们再加多一条橡根 就是我们担头发的橡根 固着它 看一下观察两天之后 她的手会不会和视频当中 女孩的手出现同样的情况 我们继续在刚才那只大白鼠手上 贴上创可贴 然后再在创可贴上面绑上橡皮巾 同样 我们亦都对大白鼠进行两天的密切观察 两天之后 大白鼠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时间都还未过去两天 而就在我们离开实验室的三个钟头之后 我们就收到实验员的信息 她发来的大白鼠的照片 她告诉我们 大白鼠在几个钟头里面 首部开始慢慢出现恶犯 从图片去见到高压爆炸的实验鼠 她的前肢已经从慢慢发红到冲犬肿脏 进而发展 最后发黑坏死了 为什么会加上橡皮巾之后 情况会这么严重呢 到底最后我手是不是真的说一条橡皮巾 我们现在立刻来做一个终极实验 那稍后就有请陆老师再次帮我们 在大白鼠的手上捆绑上 就是只绑上这个橡皮巾 其他就什么都不做了 就只绑上橡皮巾 然后再来观察一下 这只小白鼠的手会有怎样的变化 有请陆老师 可以见到在实验员被大白鼠绑上橡皮巾的时候 大白鼠就已经难受到吱吱地叫 而她的手指也开始慢慢出现发白的现象 为什么橡皮巾绑了一下 手指就发白了呢 今天我们只是针对对动物做了几组实验 如果实行在人的身上 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为了做进一步的求证 调查员带了一名战者来到医院 进行下一步实验 战者将会在医生的陪同和观察之下 进行无疑新闻当中 小朋友手指的爆炸方法 我们现在来到了广东药学院 伸天生殖医院 在我身边的这一位 就是我们实验的老朋友 豆豆 是我们今天的志愿者 而另一位 这位很英俊的 就是我们今次实验的辅导医生 邓医生邓主任 待会为了全程监测 豆豆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 身体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都会有一部监测仪 监控着他的身体情况 而现在的时间 就有请邓医生 帮我们看一看 豆子在未做实验之前 他的身体的基本情况 会是怎么样 等一下会有数值 显示在这一部监测仪上 实验之前 我们先对战者进行心轮 血氧 血氧饱和度做一个检测 现在我们看一下 那个智氧减豆豆 那个具体情况 现在这个心力是75次每分 那个血氧 血氧饱和度是98的 现在全部是出于那个 正常的范围的 现在我们准备是做一个实验 来对比一下 前后来观察对比一下 看看这个有什么样的动态变化 好了 那刚才邓医生 就已经确认了 豆豆现在的身体情况 是正常的 各项数据也是正常的 那我们马上就进行这个实验 那等一下我们会 在豆豆的手指上 先贴上这个藏壳帖 然后在藏壳帖上面 再绑上这个橡皮筋 跟着再要我们的邓医生 观察一下这个监测仪 看看他的数值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好了 马上进行实验 战者的身体状况在确认正常之后 我们先在手指贴上藏壳帖 然后再在藏壳帖上面绑上橡皮筋 好了 一分钟时间就过去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豆豆的手 有什么变化 和他现在感觉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豆豆的手 比刚才的颜色灰了 灰黑灰黑 变了一种很暗的颜色 对比起其他没有固住的手指 没有固住的颜色是很红柔的 但这一种已经是灰白灰黑的颜色 我想问一下豆豆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这个手指 有点震通 然后感觉有点麻麻 震通 然后有麻麻的 对 现在我们再次对战者进行默奔 血压、血氧饱和度的测试 可以明显看见 战者的血氧饱和度 已经比之前下降了将近百分之十 这个时候战者的手指 已经出现了更加明显的颜色对比 手指的前端基本上就已经变黑了 战者说手指就没什么感觉了 而且手指的温度也在降低 战者豆豆的手指 只不过是捆了短短不够五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觉得是非常难受 又刺痛又肿胀了 然而在新闻当中的那个女孩 一捆就捆了两天的时间 难道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点都不难受的吗 血氧饱和度 贴了五分钟之后 血氧饱和度下降了 下降得非常明显 只要原因是什么呢 她这个橙筋和子叶贴贴了之后 实际上等于人为性 撤田了手指的血液供应 之后 手指的血液供应撤田了之后 她就会造成一个陈环的障碍 然后呢 然后呢 她里面呢 这边呢 会造成了血氧和水肿 所以呢 五分钟之后 你看着刚才自然者的手是发黑的嘛 是吧 发黑 发灰的嘛 她说明她里面是蜉蜴蜴蜴的 所以这个血氧饱和度 然后下降了 小弟哥呢 她那个 她那个 和大人的发育 她不一样的 她小弟哥呢 她的神经系统 各方面的发育 还没有很完善 但是总体来说 她的解剖 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只要你是 只要你是说 卡尔的血液供应 比如说你这个手指卡尔的血液供应 之后 两片时间呢 基本上呢 她又会有一个坏死的过程 只要你如果没有盖石解开的话 蜴蜴蜴蜴蜴蜴蜱组织水肿 肿胀之后发黑 那她会慢慢会坏死的 而这个时候 我们也收到 动物食物中心食物人员发来的照片 从照片上面可以见到 大白鼠绑着了个酿皮跟的前肢 情况比之前贴错可贴更加严重 出现了发黑 发指 甚至重到坏死 这个刀可贴的 宽度比较宽 她贴在大白鼠的身上的时候 她的舟力面积就比较大 虽然说过度场景会引起那个血流不畅 但不至于会引起这个组织坏死的程度 但是这个橡皮筋就不同了 它比较细,受力面积很小 捆绑在大白鼠身上的时候 它那个同样捆绑力的作用下 它那个压强就更大了 所以它就会引起这个坏死的情况 由此我见创合铁针要得不是那么紮实的话 它对我们的皮肤压强也比较小 所以这个造成手指坏的圆胸并不是创合铁 而是阔度比创合铁小很多的橡皮筋 战者先绑了五分钟已经感觉不舒服了 而新闻当中的小朋友竟然就是这样绑了两人 都没有去管伤口,难道真的没有这么说 对于两岁以内的小朋友 我们医生的意见就不太自张 就不建议大家用厂可贴来贴 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的皮肤比较幼黏 而且似于山井发育的状态 所以我们是比较建议它用 只要有时候用纱布来包扎就比较好些 纱布一个通透性比较强 第二它有一个保护的伤口的作用 第三它没有影响的循环 所以用纱布的包扎是比较安全的 对于儿童来说 捆扎伤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意外伤害 造成折肢等严重后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而造成儿童捆扎伤的主要物品 就是一些日常常见的橡皮筋等有弹性的省丧 广州有对夫妻比小宝宝穿的襪太紧 导致襪口相接的小腿上出现烂痕 导致小宝宝整个脚都肿了 还有一个小宝宝因为襪里的细线绑着脚趾头 等到缓襪的时候 父母才发现小朋友的脚趾已经发坑 因此为了防止儿童捆扎伤的出现 家长应该注意几点 首先应该避免给BB随意玩橡皮筋 以免发生意外捆扎 其次要选择适合儿童穿的衣服 避免衫皮筋的伤害 第三 如果需要捆扎 应尽量选用无弹性的材料进行捆扎 例如布条 魔术碟等等 捆扎的时候也不可以绑得太紧 以可以塞入一个手指头的松紧为限 最后就是进行捆扎 应该经常查看 在不需要继续捆扎的时候就要及时拆走 如果情况很严重就要及时送衣 避免发生截肢等严重后果 虽然在这件事里面 创可贴并不是导致小朋友手指坏死的直接原因 但是如果说可以正确地使用这个创可贴的话 或者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正确地使用创可贴呢 这些是我们从市面上买到的不同的创可贴 在创可贴的包装或者说明书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样 用于小创伤、拆伤等幻穿 有助于防止细菌和疑密侵入 保持伤口卫生、防止伤口感染 特有防水阻菌功能 可以有效防止水中的细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感染 加速伤口月陷 可见创可贴不是万能胶保 它只是可以起到防水、防菌、防疑密的伤口保护作用 而且只是食用于小伤口 质铁一般来说 对于浅表性的伤口 比较细微的伤口 就比较适合使用 如果是大而且深的伤口 还是建议要去医院去精液处理好些 就不要在家里自己搞 它里面有少少消毒液的成分 但是这些作用不是很大的 这个作用不是很大 对于一般的细菌的伤口的话 其实人体也有自身的修复、恢复的反应过程 它帮助它是有行的 譬如说我们生活之中 经常会遇到 譬如说你穿蜡 蜡弹性太紧、口太小 扎着脚也很辛苦 也等于人为性、捆扎性的伤口 影响血液供应 这个都是不好的 另外譬如说你小孩穿衣服 或者这样的底裤 如果太紧的话 也是不适宜的 都是影响血液回流 影响陈环 最终影响小孩的生长化育 这方面也是要注意一下 採护帖本身是依靠表面的这一层黏性 就可以黏住我们的皮肤 如果说我们有时黏得太紧的话 就会固定我们的手 轻轻地黏住就已经可以了 如果说固定得太紧 我们的血液就会不流通 而且这个伤口还很难预合 而且固定得太紧的时候 有时我们哭耐了 再把它沾开的时候 就会发现我们的手变得白白 又或者会有脱皮的现象 这个也是因为用创海贴爆炸之后 人体皮肤会排汗 油脂分泌等等 而且创海贴经常都会包住皮肤 不透气 长时间煮于潮湿状态的话 会出现白色的这种情况 正确黏创海贴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块干净的创海贴 然后就在黏纸的两边位置 取中间的地方用剪刀剪开 就是现在我们用筆或虚线在上面 就要剪开这两个中间的位置 就好像现在这样 在中间的位置剪开它 剪开之后 我们再将上面的这两块防粘的纸子 撕开它 在贴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 如果不是关节位置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第一个方法来连着它 首先取上面的那一块 如果在右上方的话 就向左下方贴 左上方的就向右下方去贴着它 然后下面的两件就平衡贴着它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保证非关节位的伤口 在黏了这个创海贴之后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骨关节的一个扭动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即使是捆住厚厚的一层创海贴 但是也不会影响到我手指的抑动 如果手指受伤的地方 刚好是关节位 贴着创海贴会影响手指的活动 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 既可以保护伤口 又不影响手指关节活动 若然说你的伤口是在关节处的话 就要用第二种黏贴的方法 但是剪开的方法 跟刚才教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又拿一块新的创海贴出来 也是在中间的位置剪开它 剪完之后 我们就将上面的不黏面撕开它 然后就对着我们伤口的位置 如果说我们的伤口 刚好是在手指的关节位的话 我们就需要将这个有弱面的位置 黏在伤口的地方 然后黏的时候就是重点了 首先将右上角的向上脸 左上角的也是向上脸 然后右下角的向下脸 然后左下角的也是向下脸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关节位 就是露了一些空隙出来的 这样就方便我们的关节 是可以随意去屈动 而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另外在用创海贴之前 必须用清洁的水或者生理盐水 充分冲洗伤口 伤口冲洗干净 并用点伏消毒之后再贴创海贴 才可以有效地防止感染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创海贴黏着的时间 就不宜过长的 通常每天都是要更换的 而黏着的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两天 如果说你黏着这个创海贴之后 发现伤口的地方 有出现红肿又或者化龙的迹象 就要立刻停止使用 而且还要及早就医 还有我们绑创海贴的时候 也不能捆得太紧 否则就容易出现 节目开头的新闻当中的悲剧 今期节目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如果现时机前面的你 想了解更多 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在星期一至四五晚上的八点半 锁定公共频道生活调查团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拜拜